在昨天台南市议会开议了 那因为邱莉莉还有林志展 涉及了这个政府议长的会选案 所以呢在被起诉之后呢 这他们首度进入到市议会主持 那当然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市议员 就拉起了布条抗议 说这个台南人很不爽啦 赖清德主席打脸赖清德市长啦 要求邱莉莉请假并且离开主席台 好这一段呢很多人都在讲 是说你要不要比照这个李全教标准 在八年前的时候 台南市议长当时李全教涉入会选案 邱莉莉直接抗议李全教是买票议长 而当时的台南市长赖清德很有名的是 这一段200多天都不进市议会 所以呢他们的市议员认为 邱莉莉这次因会选案被起诉 必须要以同样的标准来负责 甚至这个林彦祖还讲了一句话 说不然赖清德2020会被你给害惨 所以拿着请假单呢要她签名 但是邱莉莉说她已经签到出席了 拒绝签这个请假单 那反而是民进党的市议员蔡立清 跟国民党拼命的这个吵闹 而且对呛还在台下排桌 那邱莉莉她有特别重申说 我今天已经签到没有必要请假之外 我和副议长林智展没有买票 是受到36名的议员肯定支持才当选的 而对于涉及会选被起诉 我会坦然面对这个案子 目前还在司法进行中 不适合在议会上谈论我的个人案件 好她说她没有买票 是受到36名议员肯定支持才当选的 没有买票 那当时被检调监听的这段议文 就摆在这边啊 那时候我们还花了时间讨论清清楚楚 邱莉莉卖财产花上议员选议长 监听议文里面提到这一段 是她自己讲的 她说没有推倒这个欧民的 算我漏气 那这个清清楚楚都在这里啊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就是说没有买票 好这个部分 我先请教这个蔡振元委员 对这一次显然嘛 不管是黄伟哲也好 或者是赖清德也好 反正双标 也不可能回到在2008年 当时对于李前教的标准了 赖清德在竞选台南市长的时候 邱莉莉就是她的发言人 她的很重要的 她的爱将啦 对对没有错这样解释对 所以赖清德对自己的人 当然手会比较软 对 没有办法高举她的道德标准 也没有办法高举她的所谓的司法正义的口号 但是这个这一段时间来讲 我们国民党里面的选对会 也有炒过李前教的问题 对 但是李前教的问题跟邱莉莉有一个 在司法上很类似 但政治上本质不一样 邱莉莉会选 然后被指控会选的对象 都是民进党的议员 就是一个跟他不同派系的议员 他去会选 那这个会选民进党的议员 对民进党来讲当然很难看嘛 这个可是不要忘记哦 这个李前教被指控会选 会选的对象也是民进党的议员 这才有趣 李前教不是会选国民党的议员哦 因为在台南地区我们不能否认 他是一个蓝大于绿 所以民进党的议员 比国民党的议员还要多 当然还有一些五党籍的议员 所以你要就一个国民党人的议员 想要选上国民党的议长 巩固自己国民党的议员啊 已经没有用 为什么 习数就是什么比的比的很少啊 所以一定要拉拢五党籍的议员 可是拉拢来也没有办法过半啊 所以一定要怎么样 拉拢民进党的议员 所以李前教当时就拉拢了 四票民进党的议员 据说是用会选的方式去完成的 对于赖青者来讲 哇 前后一看 你挖我墙角耶 你挖我的不只墙角一个叫柱子 就是很大的柱子了 所以你挖动我 他当然心里面就很不爽 然后所以就拒绝去出席这个议会 然后对议会就进行 很强有力的批判跟斗争 然后也发动了这些什么检调单位啊 来调查这个李前教 但李前教那个案子 没有像那个邱莉这么直接哦 你只是那个好像会选的政绩相当薄弱 一绕绕了好几转 所以李前教判刑没有很重 跟这个有关系 就拉很远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哦 李前教算是国民党的类似 然后因为他是说买的是民进党的议员 司法上当然是不对 可是在这个政治上哦 这个你去策动了对方的人哦 那是一种政治上的胜利啊 那一样可是问题是邱莉不一样哦 连他自己党员的票都要买哦 这个是对民进党的面子上很难堪 可是还被李前教挖走了更难堪 所以你看嘛黄伟哲怎么办呢 坦白讲那些都是赖清德的人嘛 都不是黄伟哲自己什么血肉相连的干部的关系 都没有这种关系 所以黄伟哲也只好怎么样 装作没看到不然你怎么办呢 那赖清德要不要处理呢 他说哦有有有 我们都已经把他最严格的党纪处分 停权三年 三年以后到赖上退选了 这有点的假动作 让老百姓就看破这个赖清德的手脚 赖清德你大可以下令叫黄伟哲不要进议会啊 对不对比照你啊 你为什么不敢呢 第一个他不敢 第二个要做假动作 那第三个呢 你怎么会说 李前教来收买你民进党的议员的话 你这么愤怒 你自己人收买你自己的议员都不愤怒 你自司法遗和地 你现在不是选总统吗 你司法可以这样践踏吗 所以真的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这里面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邱莉莉是直接了当涉及到会选 跟李前教间接会选不一样 所以他的罪行一定会比较重 而且重很多 只是国民党 但是他连禁管都没有 他4月1号还可以去日本玩 因为自己人嘛 台南检调单位都他们自己人嘛 自己人好说话嘛 自己人就不用杯葛 不用说议会啊 他停开啊 所以只好国民党的议员心里很不平 跑出来抗议嘛 当然这两天国民党人 就是很多人抓着李前教说 你是会选你黑金 我想一想他也不是黑道跟黑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说金嘛 我举一个例子 在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这个李登辉当时的情报人员 去策动了一个中共的一个少将 叫刘连坤 那提供了很多台湾的情报 就刘连坤啊 后来被这个中共啊 判处死刑枪毙了 可是在我们的国安局里面 我们把它当作劣势来摆 劣势来摆 换句话说 这种角色是因为不同立场的时候 就会有好坏的问题 那我是觉得 所有的国民党人要收李前教 汇选都不够资格 因为他汇选的是民进党的议员 所以你国民党人要收李前教汇选 要把李要当劣势才对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前段时间 有点搞乌龙案啊 顺便比较一下 政治上的差异就在这里 今天这个如果是邱莉莉 是收买国民党的议员 大概黄韦泽就会拒绝进议会了 但是收买自己人 哎呀不好讲话吗 所以啊民进党呢 党内天下烏鸦一般黑 好这个邱莉莉啊 还是重申的 他跟林志展两个人是没有买票 只是刚刚我们看到了 这个监听一文就摆在那边 那邱莉莉这个嘴脸可以这么嚣张 究竟是持定谁 尤其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他4月1号到5号 还要陪黄韦泽呢 组团包机访问日本仙台 主要是他飞得出去啊 因为虽然说他加重 他被难减二度约谈之后 加重交保金到150万 但他和林志展两个人 都没有被限制出境出海住居 所以两个人可以 以这个市议会的参访团 一起陪同市长出国爽玩五天四夜 好我要刚刚请教这个亮哥 邱莉莉嘴脸可以这么嚣张 到底是吃定谁 那难保这个不会成为 赖清德2024的路上的卫报站吗 这个就是没把国民党在台南的 在野市制衡力量放在眼里 显然是 不这个事情坦白讲就是考验国民党 在台南的制衡能量 我举例啊 这个2月6号邱莉莉是150万交保 对 那那个 你看那个 林志展120万 对那你去看那个起诉的那个 那个议文嘛 对 坦白讲是很明显是有会选 那他们两个唯一能够去讲的就是说 我不知道 就是别人买的 我不知道 领多是这样 他还有说是检察官的想象 对啦 可是问题就是真的有人会选吧 对啊 那这个会选你都不知道 这个当然要去看证据到哪里 你知道李全教2015年4月3号交保 刚刚我们那个郑云兄已经讲出当时的证据程度了 对 李全教交保1500万 邱莉莉有10倍 10倍耶 而且还被羁押 你看这个对比有多强烈 对 所以 所以坦白讲这个我想大家都看在眼里啦 可是 为什么李全教 可以在这种情况下 备用1500万交保还被羁押 那你就知道民进党的强度有多大 就包括赖清德的执政 包括议员嘛 团结 那个对抗李全教的程度嘛 那个赖清德200多天不进议会 这个有违限之余啊 你知道吧 那后来监察院 还对赖清德做了一个纠正 就简单的小小的纠正 点到为止 因为这个真的有违限的 有违限的 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就是违限嘛 你可以进去议长 然后要求当场 要求那个议长要 不能当主席 你可以这样要求 或者说在现场僵住 可是你不能不进去啊 不进去就是违限 所以你去想嘛 2015年民进党可以 强烈抵制到这个程度 那请问国民党在干嘛 国民党现在 昨天僵持了一个小时之后 对嘛 就顺利开议了 对啊 然后就去掀台完了嘛 不是嘛 去掀台五天四夜 我觉得这个就是 坦白讲啦 这个有一些 是非大家看得很清楚 可是国民党的制衡力度 为什么出不来 这个我坦白讲啦 我也讲白了 也不是只有地方议会 也包括立法院 国民党打自己人很厉害 国民党制衡自己人很厉害 很厉害 这个就是 那个傅昆琦怎么不在这里 出力一下 对不对 傅昆琦你就这边出力 会得分 对不对 或者是朱主席 他这两个人也被打得很惨 对 另外一只小刀又出来了 对 我的意思是说 傅昆琦啦 金普冲啦 朱立伦啦 如果在这种地方用力 会得分 金普冲一向只会打自己人 你要让他打民进党 那想太多了 这样啊 那虽然就说朱立伦跟傅昆琦 可以在这里用力 我同意 可以去要求台南的 国民党的力量 做强力的制衡 对不对 可是就没有看到啊 你不觉得吗 真的没看到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高宏安在找大秘宝 对 那请问国民党的议员在哪里 国民党也可以在这里得分啊 我认为新竹跟台南 就是赖清德的两个坑 可是你有在用力吗 那另外就是张善政嘛 桃园 桃园那个坑也很大 你现在去查郑文燦 请问他的财政师是多大 对不对 尤其是对比科匹啦 那 那请问 桃园的议员除了极少数几位啦 江江春啊 牛许廷啊 我们姓平啊 有在抓弊案之外 其他在干嘛 就是你会给人家这种感觉啦 不然这三个县市 我坦白说国民党现在没别的招啦 就是对桃园 新竹台南往下挖 做强有力的制衡 你就会得分啦 可是就是没有看到啊 就这样啦 主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 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 调节情绪 增强亢安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